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开 设善业道经 第十一面 道书第四行 道书第四行 当中第六看起 六 无量父慧 转转赠胜 大家都需求父慧增长 不但是福德 智慧也是从善业而生 中国古老的谚语常讲 福智心灵 福报现前的时候 智慧也就现前了 心思特别的灵敏了 说明福跟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根都是一个善心 善念 善心 如果心形不善 这种人哪有福报呢 世间不善之人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相复的 这个大富贵的人 我们一定要明了 他这个佛慧 佛报 前身修的 不是这一生 这一生所修的 古报在来世 这是佛在经上 常给我们说 于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于知来世古 我今生做者是 这不是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吗 决定不失 作物多端的人 他有福报 那你就完全看错了 不知道这一生的果报 是前身修的 我们今生所作所为 果报在来世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我这一生 没福 前身没修 这个不能怪别人 所以真正 明白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决定了 不悔怨天 有人 他心是安定的 所以是心安 理得了 理明白了 心就安了 我们 我们想不想求福报呢 想不想求智慧呢 今生修阴 来生 父会 就先切了 英国 通三世 一定要智慧 一定要晓得 这个道理 世出世间法 你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修福 修慧 是当然之理 我们要不要享受呢 不要享受 把我们修行的果报 要回向给一切众生 不施供养一切众生 让大家去享受 自己不要去享受 为什么 这个佛报是有漏的佛报 如果你要享受 这个佛报呢 你的功夫 你的道行 决定会退传 你要不享受 拿它来布施供养一切众生 你的道业 会天天在增长 所以 祝福菩萨 他们所享受的 是无漏的果报 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有漏的佛报 绝对不享受 去享受无漏的佛报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就做出样子 跟我们看 他老人家 视现在世的时候 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罚布施 讲经说法是 罚布施 罚供养 用身体 用劳力 这是财供养 内财布施 内财供养 财法 年中供养 自己一生生活所需 吃得饱 穿得暖 足以 所以他享受的是 无漏的佛会 后人 也依照佛陀的教会修行 而不能有佛陀那样的成就 原因是什么呢 不能放下有漏的佛报 让有漏的佛报 障碍了无漏的 古德 毛病出在这里 如果我们真的 把毛病找出来了 再将这个毛病消除 祝福菩萨 果地上的受用 我们虽然不能够圆满地得到 也能得到少分 这个在大臣经论里面 佛常常提示我们 常常教会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 这个十善业 是佛门修行的基础 这一大段的经文 都是讲 修十善业 殊胜的果报 离愚痴 这个邪剑是愚痴 十种殊胜的果报 怎么晓得它是 修行的基础呢 向下经文 还有几个大段 文字不多 黎明给我们讲的六度 以十善为基础 修六度 这个在第十二面就是的 六度是菩萨行的 菩萨没有十善的基础 六度不能成就 我们要觉悟啊 六度后面 六度后面 这是在第十五面 第四行 慈悲以习舌 似无量心 最后一行 一行四摄法 再翻过来 从念处 正行 到正道 这是第十六 这一面 三十七道品 直装严固 它是直观 直观方便 诸位 你看看这个经文的排列 大小城 中门教下 贤教密教 全都在其中了 全都是以十善业为基础 不认真修十善业 就不是学佛 可以说 你在佛法里面搞一辈子 你业务所成 你在仔细观察 真正念佛往生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身份 无论他是哪一个行业 在家出家 决定居足十善业 不能居足十善业 决定不能往生 由此可知 我们要想在这一生 往生西方净土 三福里头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四掌 慈心不傻 修十善业 这四句要做到啊 然后你才可以 迫迫迫胸脱的时候 肯定又把我往生 你这四句做不到 这个四句我们过去讲的时候 讲得很详细啊 孝庆尊专丝 慈心不傻 就是落实在十善业道上 如果没有十善业道 孝庆尊丝都是假的 你也没有慈悲心 前面三句通通没有啊 都是落实在修十善业 所以希望同学们 要特别的 注意到 决定不能够修复 这个是佛法修学的 是根本界里面的根本界 受持三规 居足重界 是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 你没有这个基础 三规五界都没有办法落实了 没有基础啊 所以三规五界 全是假的 都落于 有名无实啊 说的不好听一点呢 就自欺欺人 自己以为怎样怎样 到最后还是搞三图六道 印光大师 教界学人 他说的好 有人向他请教 怎样能入佛法 他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 沉是什么呢 沉是居足十善业 这是真沉 心与十善业不相应 沉在哪里 沉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一定要落实 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落实在生活当中 就是十善业 十善业的圆满 就是如来的佛果 诸位如果细心的话 我们常常看到佛菩萨的画像 佛像 菩萨像都没有 你看看佛的画像 佛景这部分 有一个圆光 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 我们常常见的 有用中文写的 有用藏文写的 也有用藏文写的 都是一个意思 念 翁阿红 翁阿红是什么意思呢 翁是身 阿是口 红是意 身口意 三叶清静 三叶纯善 这三个字 就是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圆满 臣佛 大家不要看清 等着菩萨还要修 何况我们做法心 摄山五叶 常常连起来讲的 这个是行门的根本 从初发心 道如来地 都不能离开 虚语不可立志 这叫道 这是正道 这是佛道 我们怎么可以 掉以轻心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要想一想 与这个 是个刚铃 相应不相应 不相应 那就是卧业了 翻过来就是十卧业 造作十卧业的 三途地狱 佛在经上 常常教诫我们 上平十卧 地狱的业运 上平十卧 生天地狱 我们果然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 我们自己将来往哪里去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 要想修福 要想修慧 今天 这总算是搞得更清楚 更明白了 决定不能够违背 第七 用礼邪道 行与 慎道 这一条殊胜的礼 不必解释 我们就能够 我们就能够清楚了 十卧是邪道 十三卧道 跟诸位说 不是人道 我们齐心动力要落在十卧里面 你就是行邪道 你就是在修也修道 修三卧道 三卧道很容易修成就 果报在三卧里面 你要不愿意躲三卧 不愿意去当恶鬼地狱出身 你就行正道 语言理邪道 行圣人之道 诸佛菩萨都是走的 十三业道 十三业道是佛道 十三业道是菩萨道 是圣人之道 我们要走这条路 走这条路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救的 真正回头的人 回头是岸 从哪里做呢 要从齐心动力出做 这是你真做了 齐心动力呢 一般凡夫 凡人 齐心动力 都是自私自利 在自私自利里面 生了一个根 根就是贪嗔痴慢 还有一个 以 这个五种 叫思惑 思想 你的思想间接迷惑了 以是什么呢 怀疑圣道 怀疑圣人 这才齐 供高国慢 清慢慎行 清慢慎道 十三业道是慎道 没有放在眼里 没有放在心上 清慢 所以果报 在散途 散途 果报 是自作 自受 不是别人给你的 人天佛报 三臣圣谷 也都是自己造作 自己享受 虚空伐界里面 谁做主啊 自己做主啊 佛菩萨 大胜大行 他也不做主 阴落王跟上帝 也不给我们做主 都是自己造作 自己受报 这个道理 佛讲得清楚啊 在世处世间 一切圣教当中 唯独佛法讲的透彻 我们有信 得人身 翁佛法 这个殊胜的 机缘 不可以错过 真正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立邪道行圣道 这个才是如来 真舍弟子 祝福赞叹 天神敬仰 希望我们同学 共同勉励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